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如何將你原本中文發音的這個影片 透過一些工具一些軟體的方式 自動的配音成英文的影片 這是我一個中文的影片 他是這樣子的 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戶外教學的時候啊 最希望的就是 他是中文發音 然後呢經過 ai 的自動配音之後變成這樣子 outdoor teaching wow then you will have a very big head why is this kind of microscope a us 要怎么達成自動配音呢 很簡單你只要遵守三個步驟 馬上將你的中文影片配音成英文的 配音成外文的 好首先呢你要先準備一個軟體叫做剪印 然后呢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呢好 你要先將你的中文的影片 先生成這個中文的srt的字幕檔 哦 什么是srt 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不是都有那個字幕嗎 那你要把那個字幕給生出來 打開你的剪印軟體 然後呢 先按開始製作 然後將你的剛才那個影片檔案把它給 輸入進去 比如這個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中文的影片 我們來播一次給他聽一下 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戶外教學好是的 然後把這個加進來 好我們第一步呢是要先將這個影片 生成一個中文的字幕檔案 然後呢這邊有個文本按下去之後 這邊看到一個叫智能字幕按下去 然後就開啟識別 識別是要花一段時間 大概是一分鐘左右啦 然後就自動將你的這個 中文的字幕給生出來 然後呢自動生出來的這個字幕就會 整齊的排列在你的這個影片上面 他是有帶有時間戳的 但是這字幕啊他是簡體中文字 比如說你看這邊 他這邊是簡體字 好我們現在的工作 就是要將這個簡體字變成繁體字 好那怎么轉呢 很簡單 呃 這邊有一個叫做導出的地方 這樣你這個srt啊先導出來 我先把導出到那個 這邊 然後呢這邊不要勾影片導出 只要勾出這個字幕導出就好 按導出好這時候到你的那個指定的目錄夾 這邊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你會看這邊是簡體字幕 那你就把這些copy到你的word 再把它轉換成繁體字就可以了 好我把它貼到word去 把它貼起來 然後呢再把它轉換成 繁體字 再把這些繁體字給copy下來 到剛剛的地方 貼上 好你看就順便就變成繁體字了 好儲存 那我們再回到簡易 簡易的地方我們該不會有生成嗎 我們把這些字幕給砍掉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在看這邊的文字地方有個本地字幕 在導入導入剛剛那一個字幕出來 這是我們剛剛將簡體字變成繁體字的這個字幕 然後再按 到這邊再按加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字幕是不是變繁體字了 你看是不是變繁體字 好我可以讓他字幕變漂亮一點點 你還按這個 這樣子 好啦這時候我們在互換生出這個 繁體字幕了 我們已經生出繁體字幕 然後第二步呢 將那個繁體字幕變成英文的字幕 那怎么變成英文的字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生出來的這個 繁體字幕嘛 那我們當個網站 那個網站可以將這個繁體的字幕 變成英文字幕 請你到我的部落格 fable.block這個 我的連結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呃這邊有一個叫做這個字幕的地方 第二個 這樣子把它貼上去 好 你看到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就是可以將你的字幕 變成萬國語言 好 我把這個 這邊叫做 open 把剛剛的那個字幕給叫出來就可以了 剛剛是這個叫出來 這樣子嘛對不對 好這邊看到這上面還有一個 google的翻譯 這邊叫做自動翻譯 這邊叫google翻譯 那你要注意哦 你不要直接按ok哦 你要全部都是 看一遍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再 把它翻譯成你要的語言 英文 這個 然後也要順便全部看一下哦 又有些會漏翻譯 好這邊要注意看一下 這樣子哦全部都是英文的哦 好這樣ok 這時候啊我的中文字幕就變成英文字幕了 我們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儲存和下載 下載到這邊 讓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 把copy到你剛才的那個目錄去 為了方便好 我們就把改個名字 叫做英文字幕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英文字幕打開來 真的是英文的哦 你看帶有時間戳是英文的 我們剛剛已經將中文的這個字幕啊 透過google的翻譯 翻譯成這個英文的字幕 而且這英文字幕是帶有時間戳的srt 我們等一下就要將這個英文的srt的這個字幕 把它連結到簡易的軟體上面去 然後用建議有一個功能叫做朗讀的功能 把那個字幕的話把它叫出來 把它 附送一遍 哇那這樣就變成是一個ai的配音的功能 好我們回到檢印 回到檢印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一些字幕嘛 把這些字幕先把它砍掉 那回不到原始的狀態 我們再新增一個 英文的字幕 這是英文的英文在這邊 好這時候呢 將你那個英文的那個字幕把它貼上去 怎麼貼呢 這邊按加 在按加之前這個停止線在最左邊 然後呢 按加 好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戶外教學的時候啊 最希望 你看英文這不是貼上去的 可是呢 你還是聽得到的是中文的聲音 那我們要把這中文聲音給槓掉 這麼一個 這地方把槓掉 這樣就無聲了 我們再看一次 啊是無聲的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 針對於這些字把它 朗讀出來 怎麼朗讀呢 你看這個檢印的最上面有個叫朗讀這邊 點到字幕的地方 有個朗讀 那我們要朗讀要是全部一起朗讀啊 所以你就全部把它框起來 然後呢 按朗讀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聲音啊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就選擇這個新聞男生 我就按開始 那就開始全部朗讀了 好他就朗讀出來了 我們可以播放一下給你聽 hello everyone when we were teaching outside the most hope is to be able to simplify so if we are teaching outdoors when using this mic 其實啊這樣就已經實現了 ai 的配音的功能 但是還有很多的地方要修正 你看哦 他這個 他的這邊的 配音啊 其實針對於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srt 的 開頭比如說這一個他就變成是這一個 那 這一個 這一段發音就是這一個 那這兩個會有重疊 那重疊怎麼辦呢 你又可以想辦法一個修正 比如說啊你把這個把它 縮小一點點 這縮小一點點 然後呢這個也太大了嘛對不對 那沒關係 這邊有個叫做變數 那他變稍微快一點 然後他就會縮小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那這個就可以移上來了 全部都移上來移上來 那這個尾巴太多了吧 剪掉 那這太長了 我們把它 講快一點點哦移上來 就慢慢的弄慢慢的弄 慢慢的弄 好弄完 弄完之後呢 再按倒出 這邊倒出 倒出之後你可以就按你的影片就要倒出哦 然後 這邊的字幕也順便一起倒出 然後把它存到你一個適當的目錄 再按 倒出這樣就可以了 你已經按完倒出之後 其實啊你的影片 就已經完成了配音 那還有幾件小細節要講 就是剛才講是說 因為他是跟著那個srt的那一個 開頭去做翻譯 所以說有可能 這一句的語音跟上一句語音會重疊 你就想辦法把它修正 修正到說他們兩個不會重疊 那修正方法也很簡單 有有是讓你的講話速度變快一點 或是變慢一點哦都可以 那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翻譯啊 他遇到這個 阿拉伯數字 他還是會講中文 比如說他講1920年 他不會講 1920 他講1920 所以 你在這個字幕上面打的時候就要打成這個 英文字 1920 他才會講英文 最後我們再看一下說 我們翻譯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是 how to use this usb microscope or this kind of document camera they're actually on your mobile phone or on your 剛剛的教學啊 就是將你的中文的影片 然後透過 ai 的方式 然後自動配音成英文 你也可以如法炮製啊 翻譯成這個日文啊法文啊都可以 甚至於啊 你也可以配音成中文都可以哦 就是按照剛才的步驟 就是該那個srt出現什么文字 然後他就會發音什么文字的聲音 這樣子 謝謝大家